合作不论大小 只要真诚 就会有风说成 习近平同老陆总统会谈 表示中导关系 已经翻开新篇章 愿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莫斯科恐怖袭击 有137人遇难 四名嫌犯被正式批捕 普京前往教堂悼念遇难者 中方要求非方立即停止 侵权挑衅 如其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 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方强调菲律宾船只 再次非法清闯仁爱礁附近海域 中国海警的处置合理合法 马英九四月 帅团访问大陆11天 参访广东 陕西 北京 增进两岸7年交流 各位好 欢迎搭乘时事止通车 富豪卫视中文台 资讯台 香港台 欧洲台 美洲台 为您环球报道 我是田同 我是江山阳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与来华国事访问的 脑鲁共和国总统阿迪扬会晤 习近平指出 中脑关系已经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中方愿同脑房一道 开创中脑关系的美好未来 加强更层级各领域交流对话 夯实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习近平25号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脑鲁共和国总统阿迪扬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阿迪扬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约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并观看仪仗队分裂式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同阿迪扬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今年1月 脑鲁做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同中国复交的政治决断 这是符合历史大事 顺应时代潮流之举 中脑关系已经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中方愿同脑房一道 开创中脑关系的美好未来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我欢迎你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我向南台国家的领导人讲过 友好不分相处 只要开启 就有光明的前途 今天见到总统先生 这句话 仍然是适用的 我还要再加一句 合作不论大小 只要真诚 就会有丰硕成 我愿同你一道 为中脑关系的发展 我们做出规划 剥下希望的种子 习近平强调 中脑关系是彼此尊重 平等互惠 相互支持的关系 中方坚定支持脑鲁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愿同脑方加强各层级 各领域交流对话 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夯实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习近平指出 中方欢迎脑鲁成为又一个 同中国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 愿同脑方拓展贸易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 并为脑鲁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 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 双方要加强各领域交流 欢迎更多脑鲁青年来华深造 愿在南南合作框架内 向脑鲁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援助 阿迪扬表示 不久前 脑鲁决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在承认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这是脑中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脑鲁高度赞赏中方 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愿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不断深化对华合作 以脑中复交为重要契机 同中方加强人员往来和各领域合作 发展富有成果和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脑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同中方就应对气候变化 加强合作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经济发展 农业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将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脑鲁共和国联合声明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 进行正式访问的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 习近平指出 建交20年来 众多始终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各领域交流合作蓬勃开展 人民友谊 日益深厚 众多关系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多米尼克是加勒比地区的重要国家 也是中国在该地区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也是好伙伴 众多关系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中国援助多米尼克的农业专家组和医疗队 写下了两个友谊的佳话 中国援建的医院 公路 体育场等项目 见证了两国友好合作 中方越同多方一道努力 把友好关系转换为合作共赢的动力 来推动了 众多关系收获更多的成果 更多的造福于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 众多关系顺利发展的关键 在与两国有高水平政治互信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中方坚定支持多米尼克人民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愿同多方密切友好交往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习近平强调 中方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强弱 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 中方重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关切和诉求 支持多米尼克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发挥积极作用 愿同多方加强协调配合 深化难难合作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斯凯里特表示 很高兴在庆祝多中建交20周年之际 再次访华 多中关系基于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二十多年来 多中关系内涵不断丰富 成果十分丰硕 中国的支持与合作 在多米尼克随处可见 极大助力了多方 维护本国的独立与发展 多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多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人民友谊 加强全面合作 做全天候的战略伙伴 将多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5号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应邀来访的 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 并为他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 双方共同出席 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李强首先为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的到访 举行欢迎仪式 军院声中两人共同检阅 解放军三军队阵队 这是斯凯里特 时隔五年再次来华访问 今年是中国和多米尼克建交20周年 会谈中 李强指出 20年来 众多两国关系取得了长组进展 各领域合作 富有成果 为不同大小国家实现互利共赢 树立了典范 中方愿与多方一道 录制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共创两国更加美好未来 斯凯里特就表示 多米尼克始终坚定不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和全球文明倡议坚定支持 他说 正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 多米尼克的医疗服务得到了显著改善 斯凯里特还说 欢迎中国企业家来多米尼克投资和开发新项目 愿继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 造福两国民众 会谈后 双方还签署了包括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合作规划 以及绿色低碳发展合作备忘录等多份合作文件 凤凰卫视 杨西王磊 北京大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25号在北京 分别会见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 和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巴巴科夫 会见斯凯里特时 赵乐际表示 中方愿同多方一道落实好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推动众多友好合作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议会 加强友好往来 为两国各领域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斯凯里特表示 感谢中方长期向多方提供的宝贵帮助 多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三大全球倡议 愿不断深化多中友好合作 会见巴巴科夫时赵乐际表示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俄罗斯联邦会议一道 围绕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发挥立法机构特点和优势 深入开展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 丰富拓展机制化交流的内容 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为中俄世代友好夯实社会和民意基础 巴巴科夫表示 俄国家杜马愿密切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往 为丰富两国合作内涵做出积极贡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5号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来访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瓦 以及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 李强首先对彭安杰的到访表示欢迎 特别欢迎他来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李强表示世界银行是在全球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多边开发机构 也是现在国际治理体系当中的基石之一 特别是在推动减少贫困 促进包容可持续发展方面 市航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过去40多年与市航建立了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今后中方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市航工作 持续深化双方合作 为全球的减贫和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在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瓦时 李强指出 去年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但仍然能看到一定的韧性 不少经济体表现超出了预期 就中国来讲 去年GDP增长5.2% 增速在主要经济体当中处于前列 仍然是全球发展的最大引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一直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中国愿进一步深化合作 继续为推动世界经济的恢复发展 做出中国贡献 冯航维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25日在北京 会见美国黑石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 蔡奇表示 桌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落实好习近平主席 同拜登总统达成的共识 实现就近山院井 是双方最重要的任务 这离不开两国各界人士的 积极参与和支持 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希望苏世民先生继续深耕中国 共享机遇 推动两国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 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信任和友谊 讲好中美友好合作故事 夯使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 苏世民表示 愿通过加强对华合作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发展前景 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 建设更美好世界做出贡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25号在北京 会见亚洲开发银行行长 钱川雅四 丁薛祥强调中方 与亚洲开发银行 要在各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丁薛祥在与钱川雅四会谈时表示 中国经济克服多重困难挑战 回升消耗态势不断巩固增强 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将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 以自身新发展 为各方提供新机遇 中国同亚航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欢迎亚航继续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双方要围绕环境保护 绿色低碳发展 养老和医疗等领域 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 钱川雅四表示 亚航期待与中国建立 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愿继续支持中国高质量发展 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国家 分享中国成功发展经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年会 以持续发展的中国为主题 工信部商务部官员 出席第二次全体会议 发表讲话 工信部部长金壮龙强调 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 为中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提供了关键支撑 中国坚持走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 升级产业链供应链 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升级 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显著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中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长期稳定 两大奇迹提供了关键支撑 金壮龙强调 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链 供应链优化升级的根本动力 要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 深化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 绿色低碳发展 深化中小企业合作 谈到国际合作金壮龙说 产业链供应链是国际分工的基础 带动了各国产业扩大 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始终坚持走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 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讲话的关键词是开放 他强调要以开放促进市场发展 促进改革改善投资环境 通过开放促进创新 开放力度会不断地扩大 正在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 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 着力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 不断优化改进服务 全面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 让更多的外资企业 安心放心地投资中国扎根中国发展 商务部还表示 未来要继续地坚定维护 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与国内外的企业一起来培育市场 共同来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凤凰卫视 霍伟伟 钟明亮 北京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 25日宣布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将于3月28日应邀出席在海南 举行的博奥亚洲论坛 2024年年会开幕式 并发表主持演讲 今年博奥亚洲论坛年会将在26号起 于海南博奥举行 大约5000人出行 将聚焦各国在经济复苏法力 国际形势动荡的环境下 共同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并且涉及投资亚洲未来 全球安全倡议 深化金融合作 人工智慧 能源低碳转型等等议题 绿色灵碳是博奥年会 多年来最关注的议题之一 而今年年会也利用 博奥亚洲论坛这个平台 向世界展示 既灵碳技术 产品 材料 和组织运行管理方式 论坛绘址绘址所在地 东宇岛已经成为一处 灵碳试验基地 通过这个手机小程式 就可以了解 东宇岛的碳谱汇规攻略 完成相应的任务 例如低碳用餐 低碳入住等 就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碳壁 兑换相应的礼物 比如一杯自动咖啡机 也磨得咖啡 不仅是手中的这杯咖啡 就在去年 海南省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 已经超过了50% 销量也是超过了燃油汽车 而在26号 也就是论坛的首日 还将有一场分论坛 名为加速迈向灵碳电力 关注亚洲的电力系统 向灵碳转型的步伐 近年的博鳌亚洲论坛 将于26号至29号举行 以亚洲与世界共同的挑战 共同的责任为主题 将设置世界经济 科技创新 社会发展 国际合作四大板块 涵盖40多场分论坛活动 多个国家的政要 以及来自沙特 英国 韩国等国际知名企业高层 将出席论坛 富豪卫视 金晓菲 罗瑞炫 梁明健 海南博鳌报道 博鳌亚洲论坛 2024年年会 在明天举行 相关消息 马上连线 在博鳌的特派记者 金晓菲 晓菲你好 来给我们介绍 今年年会 吸引了约5000人出席 给我们介绍一下 具体的情况 好的天童 今年的年会 将做明天期 连四天的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赵乐际将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出席演讲 不少国家的政要 包括哈萨克斯坦的总统 托卡耶夫 脑鲁的总统 斯里兰卡总理 以及多米尼克的总理 等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以及美国商务部 前部长 古铁雷斯等前政要 还有不少国际知名企业 包括英国知名药企的 全球首席执行官 约5000人将会出席 今年的年会 论坛期间 有40多场的分论坛当中 经济发展一定是 最关注的话题 今年内地经济增长的 预期目标为5%左右 如何实现各国政要 和企业高层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 未来的发展 相信会是这次论坛的 一个焦点 另外刚刚提到的 国际知名药企负责人 也会参与到这次的论坛 根据博敖乐陈国际 医疗旅游区管理局的 消息间动症 靶向治疗药物 托夫生注射业 已经在区内落地 今后国内间动症患者 可以不用出国 就使用上这款 全球靶向新药 那博敖乐陈 已经引进了 超过了370种 全球最新的药线 这里也成为了 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 重要的通道 那我们从最新的 嘉宾表当中发现了 内地非常关注的 京东集团的员 副总裁也是 间动症患者 蔡蕾也会出席 今年的年会 相信会参与到 28号的关注罕见病 促进健康公平 可及分轮谈 共同探讨 如何通过跨国合作 提高罕见病的 诊疗技术和药物的 可及性等话题 那以上就是 关于这次 保年会最新的情况 先把时间交还给 听同 好 谢谢小飞的观察 在台湾 马英九基金会 25号临时召开记者会 宣布马英九 应大陆邀请 将在4月1号到11号 率领大九学堂的 青年学子 访问广东 陕西 北京 让两岸的年轻人 有更多机会交流 马英九此行 也将参访历史景点和企业 以及出席 季黄帝林大典 两岸关系紧张之际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 将在4月份 率团赴大陆访问 将于4月1号至11号 访问中国大陆 广东 陕西 京 会率领大九学堂的学员 一起前往 参访中华文化历史景点与企业 同时也会出席 季黄帝林的祭典 同时也会率领 大九学堂的青年学子 访问中山大学与北京大学 让两岸青年进行交流 马英九基金会 25号上午临时召开记者会 向外界说明赴大陆的相关行程 事实上这是马英九 继去年3月返回大陆 湖南 祭祖之后 再次应邀到大陆访问 不仅有助于缓和当前紧绷的台海情势 马英九会与哪些大陆官员会面交流 也是关注重点 许多的事件 在两岸的情势非常紧张 我想在两岸情势紧张的情况之下 无论任何时候都需要两岸交流 我们一向是客水主便 到各省或者是到哪边去 他们有什么样的安排 什么样的接待 我们都客水主便 马英九表示 两岸青年多交流 只要多一份接触 就会多一份情谊 未来两岸发生冲突的几率 就会降低 凤凰卫视 彭世廷 金敏怀 台北报道 马英九即将访问大陆 与去年相比 它的行程安排多了北京 而且这次访问是应大陆邀请 值得留意 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台湾市新大学新闻系教授 江明清先生 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 江先生 你好 我们看到目前两岸关系紧绷 官方又沟通缺失 因此你对于这次马英九的访问 有哪一些预期 是的 其实马英九此行 最重要的我认为 有八个字可以形容 它此行的目的 就是必战谋合老马仕途 为什么是老马仕途呢 马英九当然已经到我们期间 这个两岸大三通 那么他看到了两岸之间 共好共赢的那种局面 跟情势以及两岸人民 能够彼此友善往来的一种 善意的表达 这不是不可能 是可能做得到的 但是2016到现在 当然第一螺旋 逐渐的上升 民党摒弃的九二共识 那么一切战争的思维 最近还有美国的 绿扁帽部队 要常驻在台湾 那么他们相关的部门 财政部门还说 要课征战争税 这把台湾老百姓吓坏了 这个紧张的情势 简直就是一触即发 所以马云九此行 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的目标 第一个当然就是降低 两岸之间 特别是大陆民众 对于这种武统 或者是对于 敌意螺旋的一个上升 希望能够降温 和缓 缓和化 第二个当然也像 北京的高层 释放出另外一种声音 就是台湾不是只有 民进党执政 这样的一个态势而已 有超过六成以上 跟马云九一样 希望能够两岸和平 两岸共好 那马云九此行 还有一个特别的亮点 之一就是 他这一次到北京 希望能够再续全员 2015年跟 习近平总书记见面之后 他自己 包括他的办公室 都希望这次如果有机会 希望能够 马席或者席马二会 创造历史上的一个记录 第三次 他这一次 还要参加皇帝的祭典 皇帝的祭典 再次确认 阎皇子孙 这样一个血统 跟正统的角色 也希望两岸既然同属 都是阎王子孙的话 本是同根生 相见何待己 其目的我认为 就是刚所说的 必战谋合 老毛仕途 我认为 就算这次 马席二会 或者喜马二会 没有见到面 那马云九 达到荣兵之旅 或者和平之旅的作用 其实还是能发挥 一定的效用 跟一定的作用的 好 谢谢江先生 点评分析 我们再来看 莫斯科近郊音乐厅的 恐袭事件 引发全球关注 在台湾方面 呼吁民众暂时取消 赴俄罗斯的行程 而国民党立委则认为 台湾现行的反恐能量不足 必须透过立法整合 来应对机制 莫斯科近郊音乐厅 近日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造成严重死伤 国民党立委认为 有鉴于此事件 台湾应立法应对恐袭事件 这一次的恐怖事件 造成了无辜民众的伤亡 我们感到相当的难过 不安 我也希望民众暂时取消 到俄罗斯的任何的行程 台湾行政院长 没有回应立法相关问题 近年 台湾的大众运输单位 经常接到恐吓讯息 威胁要放置炸弹 虽然都只是虚惊一场 但国民党立委认为 应透过法律框架 正和相关单位 落实防范措施 全世界各国也都相继地 去订定反恐法 我们要确实无消无息 这一显示出 其实我们的政府 好像对可能台湾的一些 重大设施或者一些城市 可能面临的恐攻 是吊耳郎当 双北人口密度这么高 那如果真的有恐怖攻击行动的话 这个很可怕的 是不是可以考虑立个特别法 然后被他不用 如果有恐攻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怎么来处理 各不怎么调度 国民党立委过去曾提出反恐法草案 但被民进党以人数优势驳回 以及碍于可能侵害人民权益等因素不了了之 如今国民党是立法院最大党 加上有民进党立委支持立法 或许都能加速反恐法立法 凤凰文采班见读 沈正峰台北报道 莫斯科近郊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 已造成137人遇难 182人受伤 25号的凌晨 涉嫌直接参与此次恐怖袭击的四名嫌犯 被正式批捕 24号为俄罗斯全国哀悼日 总统普京当天前往莫斯科 新澳加廖沃总统观点的教堂 悼念恐袭遇难者 24号涉嫌直接参与莫斯科近郊音乐厅恐袭的 四名嫌疑人 被送往位于莫斯科的侦查委员会总部 接受询问 据俄媒报道 这四名嫌疑人都是塔吉克斯坦公民 从24号晚到25号凌晨 四人陆续在莫斯科巴斯曼区法院出庭 而侦查委员会指控他们 从事团伙恐怖主义行为 法院经过审理 批准对四名嫌疑人积押候审 32岁的米尔佐耶夫是武装组织成员 有四个未成年子女 30岁的拉沙巴利佐达也同样是武装组织成员 据法院新闻部门提供的信息 米尔佐耶夫拉沙巴利佐达已表示认罪 25岁的法里杜尼曾是莫斯科附近 波多利斯克市的一名工人 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孩子 19岁的法伊佐夫曾在莫斯科东北 伊万诺沃市做理发师 法院现场画面显示 法伊佐夫受伤严重 他在医生协助下坐着轮椅出庭 四人将被关押至5月22号 俄新社报道称 如果罪名成立 他们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 在莫斯科新奥加料沃总统官邸的教堂 含泪悼念莫斯科近郊音乐厅恐袭事件的遇难者 普京一天前宣布24号为全国哀悼日 承诺向遇难者和伤者的家庭提供必要援助 并使言所有参与这场恐袭的人都将受到惩罚 哀悼期间全国文化机构的活动取消 政府机关下半期 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和广告也暂停 当晚还有许多民众前往玉席音乐厅外献花哀悼 大楼外墙投影了飞翔的仙鹤 代表恐袭遇难者 目前恐袭伤者中约100人仍要住院治疗 至于音乐厅由于损毁严重 工作人员利用大型机械将音乐厅拆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莫斯科的克洛库斯音乐厅日前发生恐怖袭击 本台驻俄罗斯记者走访红场周边 发现红场依然处于封锁状态 人流明显减少 而民众对于袭击的幕后黑手也看法不一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莫斯科的红场 那在克洛库斯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红场在当即就进行了封锁 那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天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红场周边的各个入口 仍旧处在被封锁的状态 同时现场的人流量比以往也明显有所减少 在恐怖袭击发生后 进入红场的几条通道 仍旧处于封锁状态 入口处有警察在看守 原本热闹的诸可夫广场变得异常冷清 广场上人流稀少 偶尔可见三辆人群路过 与挨到现场的民众相比 红场的民众状态看上去并未那么凝重 而记者在现场也并未看到 有明显的加强警备的警力和车辆 正当记者对红场的安保力度感到奇怪时 却发现 一直有不同的不明人员跟随设置组 并保持三到五米左右的距离 直到记者完成采访后 立即有警察上前查询证件 这时 记者发现 红场周边已遍布都是便衣警察 而至于谁是克勒库斯音乐听孔 习事件的幕后黑手 俄罗斯民众则众说纷纭 有关克洛库斯恐怖袭将的调查 是仍在进行当中 目前四名嫌疑人士 已经被带到了莫斯科进行审讯 那至于谁是幕后黑手 尽管乌克兰方面是矢口否认 但是俄罗斯认为 这件事情与乌克兰方面应该有关系 以上就是疯狂卫视 尹丽 萨维 苏敏灿 王磊 在莫斯科的报道 当地时间3月25日下午 俄罗斯位于西部的第二大城市 圣彼得堡拱廊购物中心 在接获炸弹恐吓之后 紧急疏散顾客 执法人员拘捕了一人 指他做出虚假炸弹威胁 而与此同时应收到爆炸威胁 俄罗斯执法人员正在检查 莫斯科十多个购物中心 而俄乌战事还在持续 乌克兰首都基辅25号早上 遭俄军导弹袭袭击 乌方表示已经击落两枚来袭的 弹道导弹 弹由导弹的碎片落入市中心 造成一栋建筑受损 至少9个人受伤 尼古拉耶夫当天也遭到 无人机的袭击 造成11个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4号表示 过去一个星期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 将近190枚导弹 140架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24号晚间的例行讲话中表示 过去一周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 近190枚导弹 140架无人机和700枚航空炸弹 21号到22号 俄军打击了乌克兰 130多处能源基础设施 并严重破坏了乌克兰最大水电站 蒂涅波罗水电站的 一个发电机组 泽连斯基表示 被破坏能源基础设施的 恢复工作正在进行中 泽连斯基还在讲话中表示 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就加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进行了通话 他又指出 欧盟在拨款51欧元 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将有助于加强乌克兰国防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 25号凌晨 一架被击落的 俄军攻击型无人机碎片 坠落在尼古拉耶夫州 导致11人受伤 报道还称 当天凌晨 乌防空部队在尼古拉耶夫地区 击落了俄军4架攻击型无人机 亲俄的顿尼茨克地区领导人 普希林 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说 俄方拿下巴赫木特后 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重启重建工作 包括排雷和清理乌军 不断炮击造成的废墟 不过拿下克拉斯诺耶居民点 以及在恰索夫亚尔地区的推进 正在使俄方越来越接近 在巴赫木特开展重建的机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在过去24小时 以色列向加沙多个地区狂轰滥炸 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身亡 而在谈判方面 据报以色列同意 交换被扣押人员的一项协议 但哈马斯的回应 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另外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25日表示 在以色列需要停火方面 国际社会逐渐达成共识 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说 在加沙中部 戴尔·拜拉赫的一栋住宅楼 遭到乙军空袭 之后发生爆炸 超过20名巴人丧生 加沙南部拉法的 无所房屋也被炸毁 超过27名巴人被炸死 包括妇女和儿童 死者的家人极为伤心 通讯社又报道 以色列在加沙市的 西法医院附近发动空袭 造成数十人死亡 以军继续通过扩音器 要求巴人立即撤离医疗设施 有逃离西法医院的巴人指出 以军的坦克和武装推土车 包围西法医院 持续发射炮弹 并且碾过至少4具尸体 有人更目击 以色列士兵处决了巴人 以军又向加沙南部 汉尤尼斯的阿玛勒医院 和纳塞尔医院狂轰烂炸 附近的加沙欧洲医院 有2万多人避难 医院内的国际医疗队成员 称患者超出医院负荷数倍 部分人死于感染和严重营养不良 以军发言人指出 哈马斯武装人员 在西法医院内设置了路障 并向外投掷爆炸物 又指藏身在加沙城医院 周围的哈马斯武装人员 也向以军开火 对医院建筑造成广泛破坏 另一方面据美国媒体24日报道 在就加沙地带停火协议 展开的新一轮谈判中 以色列已同意一项 美国提出的过渡性建议 内容包括释放约700名 其扣押的八方武装人员 以换取哈马斯释放 40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 据报以色列方面愿意考虑 在哈马斯开始释放 以色列人之后 每天允许超过2000名巴勒斯坦平民 返回加沙地带北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5日在访问约旦时表示 在要求以色列需要停火方面 国际社会越来越接近达成共识 并指进攻拉法 将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 在25日早上 载油运输机把大批人道物资 空降到加沙地带 收缓巴人的粮荒 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 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表示 以色列已经禁止机构 向加沙北部运送人道主义救助物资 这将进一步加剧当地陷入饥荒的危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25号在北京八一大楼 会见柬埔寨王家军副总司令 兼陆军司令毛锁潘 董军表示 中简友谊 历久彌新 在习近平主席和检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 中简命运共同体建设 进入高质量 高水平 高标准的新时代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 在发展军事合作所达成的重要共识 是两军的共同责任 双方应该进一步地深化战略沟通 用好合作机制 提升合作职效 为维护地区和平共性力量 毛锁潘表示 简方是坚定不移地奉行一中原则 愿意与中方携手努力 不断巩固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25号就飞方 日前派船只非法清闯 仁爱礁实施运补 向非外交部提出严重交涉 中国外交部也表示 仁爱礁历来是中国领土 中方要求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非方出尔反尔 言而无信 严重违反多次向中方做出的承诺 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第五条 面对非方船只的强行冲闯 中国海警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执法措施 现场的操作正当合法 专业克制 无可非议 中方要求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如其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 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林建指 非方此次的运补根本不是运输生活物资 而是维修加固非法坐摊军舰的建筑材料 目的是企图在中国的无人岛礁上建设永久哨所 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25号指出 本月23号 非方违反自身承诺 执意派一艘运补船和两艘海警船 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 企图向仁爱礁非法坐摊军舰运送建筑物资 对军舰维修加固 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实施规制 拦阻 驱离 成功挫败非方图谋 处置合理合法 专业规范 并强调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虾群岛 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所谓的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是非法的 无效的 中方不接受 不承认所为裁决 端促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展示诚意 回到对话协商的正确轨道 以实际行动与中方一道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防卫室综合报道 朝鲜25号表示 已经收到日本提出与朝鲜举行峰会的提议 对此安庭文雄25号在回答记者质询的时候 表示不清楚相关报道 但他强调日朝峰会很重要 まず報道 今御指摘の報道については 私はまだ承知しておりません その上でこれは従来から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が 日朝関係拉致問題等の諸課題を解決するためには トップの会談が重要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 私は直轄のレベルでの北朝鮮に対する 様々な働きかけを行ってきている これは従来から申し上げてきた通りであります 朝中社の消息 首届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論壇開幕 作為香港歷来最大規模的国际文化峰会 討論会聚超过1000名来自本地 内地和海外的参与者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致辞時表示 高峰論壇期間签署超過20項 被忘录和文化合作協議 首届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論壇25日開幕 以跨文化月时代为主题 現場雲集超过20位来自12個国家和地区的嘉賓講者 香港特殊行人長官李家超在致辞時表示 高峰論壇期間签署超過20項 被忘录和文化合作協議 本次論壇反映出香港長期以來 作為东西多元文化橋樑的角色 他認為香港議事是世上唯一一個城市 同時坐拥中國及全球的優勢 而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下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推動香港成為國際文化枢紐 我相信這些和其他合作 會增加香港的文化環境 而他們會為我們演出國際文化合作 藝人們和年輕人 去廣告他們的創作環境 開幕旅上代表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部長孫月里致辭的 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加強中大文化旅遊和活動的合作 攜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 內地與香港文化交流已呈現全方位 寬領域多渠道的格局 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 感謝各國代表參與高峰論壇 並與西九簽署合作意象書 認為這是對香港投下的信心一票 他期望參與者未來能更深入了解香港 作為藝術文化和創意產業交會地的潛力 方卫士 吳星淳 香港報導 一傳媒创辦人李志英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案序審 第四名重犯證人 十二港人案的李宇軒 作供指出他曾經與英國政客商討 企圖爭取國際遊說工作 案件踏入第52天審訊 李志英有籌车要送至西九龍裁判法院應訊 控放在庭上展示李宇軒與英國保守黨 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的通訊對話記錄 李宇軒表示自己在2019年11月認識對方 並在2020年保持聯絡 包括或要加入通訊軟件群組 裴倫德在群組中介紹自己為負責干涉的外國人 而群組內其餘成員分別是在美國、加拿大及香港 進行國自由稅的負責人 李宇軒表示裴倫德曾經說 香港的世衛情況已到重要關頭 設立群組目的是集市廣一 協助成員克服主旨與國際社會對話的帳外 此外曾有成員指可推動美國政府實施所謂制裁 李宇軒便在群組內轉發一個鏈接 內容是早前崇光團隊製作 遇百頁的制裁名單 李宇軒又指崇光團隊2020年初陳壽邀 與日本時任眾議院議員三維致英里會面 會面時間三維致英里提出有日本犯草擬的人權法案 李宇軒表示由於對方提出的版本比較好 所以雙方達成共識 希望嘗試爭取其他日本國會議員支持 又認為有關法案可對上港造成遏制或阻嚇作用 另外 李宇軒也回應到2020年5月發起名為重曠計劃的第四次眾籌 指當時由於自己 錢和銀行五口都在香港 經過與成員商討後 他擔心會有洗黑錢的嫌疑或被凍結眾籌款上 最終決定不參與計劃 鳳王衛視 謝金亨 香港報導 韓國的醫科大學教授25日開始請辞 已要求政府全面撤回擴招2000名醫科大學生的學生計劃 教授們指出 如果政府願意撤回計劃便參與對話 韓國政府發布一改政策之後 政府和醫生之間意見分歧嚴重 全國醫科大學教授非常堆策委員會25日發表 首爾大學 演示大學等19所大學的聯絡聲明指出 醫科大學教授要從諸一棋開始請辞 他們將放棄教授職位 聲明並且告政府對住院醫生的處罰 將會引發教授們的辭職 最終導致韓國醫療體系的崩潰 韓國政府24日表示要延緩對住院醫生進行凋銷指教處分並提議對話 教授要求政府先全面撤銷折銷折銷醫科大學學生的政策 如果政府有意撤銷醫科大學擴拘政策 醫生們將參與對話 雖然教授開始請辭 但這並不意味著立即離開工作崗位 首爾的主要五大大型醫院 25日身為減少教授診療 手術人維持在八空以前五成的水平 韓國政府說必須要完成醫改課題並計劃 以擴招2000名醫科大學學生為基礎 要和醫生溝通 政府和醫生之間對話條件完全相反的情況下 患者方面擔憂 情況長期下去 只會導致更大的醫療混亂 鳳凰威視 金之前 韓國首爾報道 來看南韓三地股市的收盤行情 內地互生股市延續弱勢 互指收盤下跌0.71% 生成指下跌1.49% 創業板指數下跌將近2% 港股反复走低 恒生指數高開之後最多上漲113點 但在高位又缺乏承接 收盤是下跌0.16% 台湾股市今天在平盤附近震盪 加陣指數收盤下跌0.18% 感谢大政2024年3月25日的時事止通車 我是田彤 我是張盛陽 我們在香港祝願全球和平 平安喜樂 是聖宗普伯地的地盤